主料,鸡肉300克,青笋100克,花生米50克,辅料,油,盐,花椒,干辣椒,水淀粉,料酒,生抽,白糖,香醋,鸡精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花生米炒熟后凉凉,去红衣,干辣椒切断,老姜切片,葱切断的肉,肉切成丁,用水淀粉,料酒, 少量生抽拌匀并反复装熟,吃水分溶进肉里并腌10分钟,将水淀粉,生抽,白糖,香醋,及精加少量水,调成一碗汁备用,锅内热油,6成10,下一天好的肉丁和姜片,快速化分,变色后几几锅盛出,利用锅内鱼油,小花椒和干辣椒,小火炒香,再倒入肉丁,炒匀, 要入碗汁,收汁后关火,放入花生米即可起锅,烹饪技巧,记得要先把花生炸好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はい 好